你以為我的犧牲 你以為就是要叫我 然後你告訴我 用鞋子看 眼睛聽到 曾經因為即將失去雙眼 陳玉品差點走上絕路 直到遇上上人的法 這裡面是紙板 除了用手摸 摸不出來再靠近耳朵搓一搓 這應該是一個夾子 就算戴著手套 什麼材質還是逃不了 陳玉品的手 你看不用每天坐在那邊 我的眼睛怎樣想什麼什麼 這個我可以去做 可以讓我的心靈很離苦 眼前一片黑 但心中的光明不滅 他還研發米碟捐助弱勢 他做的時候他會忘我 他會把那個我忘記掉 所以他就會做得比較有動力 然後整個情緒就會很有動力感 我覺得他那種毅力 還有不服輸 他覺得我雖然是有事 可是不會因為這樣子就阻礙到我 這台車是嬰兒車 對啊 嬰兒車改裝 無法忘情環保的還有73歲的徐玉雲 首推這一台是改造的嬰兒車 兩個直子 兩個木板 把它夾起來 對啊 回收車輕巧好推 街坊鄰居家都是他的回收點 他已做快20年 運動啊 鄰居家的身體啊 可以救地球啊 對不對 也可以扶持大愛台 心啊 他可以呢 這樣付出他的良能 不只是手會做 話會說 所以說起來呢 他良能啊 還是很大 環保愛護地球也復健心靈 他們要繼續用雙手 疼惜大地 大愛新聞家新陳立委王昭忠高雄報導